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最早期专门买卖牛汁的市集 演变至今买卖各式蔬果 农具 畜产的市集 涵盖种类十分多样 许多真情异寿及稀有农具只能在这里买到 有趣的是 北港牛须只在每月日期尾数3 6 9的日子开张 一个月只开9天 凌晨4点及有摊贩摆摊 12点歇市 低点的物价及租金让北港牛须人潮络绎不绝 尽管北港牛须人生顶沸 市集里出现的年轻面孔却寥寥可数 牛须市集的存续需要多方努力 除了延续市场的经营 也传承文化的景深 在24小时便利商店的夹几下 传统的杂货店现在是越来越难看得到 但老一辈经营的杂货店 有操商没有的浓浓人情味 反而成为吸引顾客上门消费的关键 早期台湾的传统杂货店 是部分男与老少都喜欢光顾的地方 不管是饼干 冷饮还是生活用品 洋洋不缺 干嘛这样对许多长辈而言 也是充满回忆与感动的一夜 我是民国53年来京美 开的我从来不来 以前是做玩具食品都有了 比如就是冬瓜茶或是饼干 刚开始做这个生意就生意非常好 因为卖很多东西 看现在又不早 我们的购物行为已经有点改变了 对 跟以前不太一样 所以你现在像这种小店 就是非联所定 你可能就要到例如比较郊区的地方 你才会有机会找到更多的独立店家 但现在随着便利商店的兴起 以及人们消费形态的转变 春冬杂货店也面临了经营上的困难 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开了些闻 就比差很多 后来又是电动玩具 有没有那是中流秀 被那两个打下去 所以我们这个店就差很多了 这个店啊 现在也 以前闭给美币 台北市都收了 不要说台北市 钱什么 这个店都比较少了 有的年轻多了 没团下去了 收起来没做了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不觉得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 就是喜欢就是什么事情都去连锁店啊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去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就是自己居住的环境周围 有什么小店啊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去寻报 而你们不愿接受的摩托产业 杂货店的消失似乎无法避免 如何将这份传统价值与热情延续下去 成了难解的课题